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南姜炸鸡的做法 首先准备大约100克的南姜放入搅碎机里 再放入3个洋葱 3粒石骨仔 1整粒的大蒜 30克的黄姜 80毫升的食用油 然后把它搅碎 搅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放入搅好的材料 放入4个风干叶 再放入3个敲碎的香茅 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翻炒均匀 把香料炒香 翻炒大约5分钟后放入一整只切成小块的鸡肉 把它翻炒均匀 炒至鸡肉完全的裹上香料 接下来加入大约300毫升的清水 把它翻拌均匀开大火煮开 加入1茶匙的鸡精粉 一茶匙的盐 少许的胡椒粉 把它翻拌均匀 盖上盖子用小火焖5分钟 接下来加入3大勺的玉米淀粉 把它搅拌均匀 把酱汁熬至浓稠 然后把鸡肉取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重新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放入鸡肉 用中火慢炸 把鸡肉炸至金黄色 便便味焦就可以出锅了 香喷喷的南姜炸鸡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炸鸡香味十足 外酥里嫩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